在国足主帅李铁鱼一比一平澳大利亚后 发表了引发广泛争议的32分钟演讲后 足球报国内部主任李璇评论北清报的报道称 透露的信息还挺丰富 第一 李铁技战术用人都是自己的决定 足协领导不干预 那么规划球员和徐星 李使用应该也没人干涉他 这次算说清楚了吧 用人是他自己的事 足协没限制 第二 对李铁厂外个人行为 足协没做过多限制 李铁确实是唯一一位 在任期间可以随意去转播平台 收费解说 社交 平台随意发声 发广告的国家队主教练 第三 现在要管理和限制他了 国家队主教练不能总是与人论战当网红 这句挺狠的 网红 跟网友嘲讽的带货型主帅也差不多了 从这个报道来看 已经在切割了 只是 既战术层面可以撇清 但对李铁管理的失败没法撇清 其实中国足协管理的失败何止在男足 看看女足选帅这笔烂账 就像一个考试 考选择题 单选 给出ABCD五个选项 结果公布最后结果 正确答案是F 实在荒唐 事实上 李铁在用人上的撤肘 特别是对规划球员前期的明显限制性使用 以至于早就传出国足使用规划球员一场比赛 不能同时超过两人 不能有两位飞雪人规划球员 同时 在场之按规则 这在40强赛时 以及12强赛前两场输给澳大利亚和日本时 都得到了似乎一一对应的体现 而对规划球员的限制 也是由着思想与舆论前提的 足协主席上任之初 就公开表达了中国足球要靠自己的观点 而李铁被推到主帅位置之初 也立即同步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但后来在媒体 特别是球迷的舆论压力下 李铁才将飞雪人规划球员 从艾克森一人 扩大到阿莱 洛国富和费南多四人 而在12强赛前两场 国足首发只上艾克森 阿莱与洛国富 很难获得上场机会和时间 且在输掉了这两场之下 李铁竟然选择这个时机 爆出了一个惊句 国足主帅就因中国人担当 中国足球指中国人才能干好 这种背离职业规律的观点 显然针对的正是外来者 其中不包括规划球员都难了吧 而此后 显然李铁与足协都受到了舆论压力 于是 现在才有了足协不再对李铁 用人限制的说法 而李铁开始放手使用规划球员 发展到再战澳大利亚时 终于四规划球员齐刷刷首发 且共同踢了近80分钟 并踢出了国足12强赛以来 最好的一场表现 在舆论倒逼之下 李铁才辩证 才真正让规划球员发挥出作用 但是为时已晚 于是误补了 此时再进行切割 其实 也将足协与李铁自己切割的面目全非了吧 可向中国足球相关重要人士的言论 近年来却屡有出格 并引发舆论反弹 这就不止李铁一人了 向贾秀全任中国女足主帅时 他所言的 我要的是集体 而不是球星 奥运会是为了练兵等 还有最近竞聘中国女足主帅 且被传释 内定者的赵俊哲 对媒体称中国国家队的教练 不能为成绩 为专业论 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但最终 在舆论压力下 内定者 赵俊哲等所有竞聘者 全落选 反而不意愿陪跑竞聘的水庆侠 最终胜出了 向李铁的32分钟发布会上的演讲 貌似没有一句错话 但其情绪化极暗含之意 其实 都是在与球迷及媒体互对 本质上也是一种开脱责任的做法 就如黄建祥所言 从这个角度看 李铁还不如只在口头上说 我负权责的贾秀权 更像个爷们呢 虽然李铁目前仍捏紧着 国族主帅的五年长合约 但是 不得不说 国族的一个最重要目标 冲击世界杯 你基本上破灭了 而以目前所谓的李铁练帅说法 真的能让李铁在五年后 将国族带进世界杯吗 要知道 规划政策或许也同时 走到了尽头 以李铁目前表现出的水平 五年后的国族 会不会还不如现在呢 原创评论 余说还羞 我会不会还不如现在呢 我会不会还不如现在呢 感谢观看